看来还真是越大越有卖点呢 可是夏天嘛 好热哦 有的时候胃口不好 只想吃冰 其实呢 自己在家里 也可以轻松DIY 沁凉的西瓜能够打果汁 也能够冰冻之后做成冰沙 料理简单 却最是消暑 天气好热好热 夏天除了碗水消消暑 当然还少不了这款冰 超大颗的西瓜对半切开 里头不只有火龙果 还放上满满的冰淇淋 在上头图图摸摸点缀一下 可爱的造型还没开始品尝 暑气就先消了一半 冰沙然后加火龙果去做定色 然后让柠檬汁去做提味 消暑圣品当然还少不了 凤梨以及芒果 将整颗凤梨果肉取出 加入一颗颗芒果 外头再包覆着冰淇淋 酸甜胶汁 美味可口 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很新鲜 而且它的造型超可爱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芒果的果肉 非常好吃 太冰了吗 来杯果汁也能很过瘾 小朋友们在泳池边喝得津津油味 将果肉打成原汁 过滤后再放进水果里 炎热的夏日抱着水果 品尝最鲜甜的口感 觉得很特别 炎炎夏日新鲜水果成为消暑圣品 在家动手做也能吃到这样的美味 三天新闻 陈君航 彭博勋 花莲采访报道 总不能老是吃冰把不会饱呢 有老板就想到了把热热的车轮饼变身 奶油内馅里面加入冰冻草莓 这种冰火五重天的口感 大家吃了都说好特别 还有饱足感 曾经一天卖出超过200克 鲜嫩柳西亚草莓红得让人流口水 业者快刀一分为二铺在奶油上 小冰莓更是抓起一把 把饼皮塞到都快卖出来了 我要一个冰火草莓 下面阿姨不要红豆芋头就要冰的 原来这是店家招牌口味 冰火草莓车轮饼 草莓不会有人不喜欢吧 而且它草莓看起来就蛮多的 平常吃起来很烫 可是因为中间有点冰冰的 所以口感还不错 超纹饼皮热到烫手 不过咬下一瞬间 草莓冰凉酸甜 黄色奶油维持在50度C 结冰小草莓一次塞五到六颗 每颗都从负10度C冰箱拿出来 冰火冲突 微酸微甜 又有类似冰棒的感觉 不只口感很惊艳 高度也惊人 一般汉堡一口咬下没问题 但是遇到这个冰火草莓 我真的没法度了 冰火草莓车轮饼不仅高于一般车轮饼 以市面上汉堡来说 只有4.7公分 民众可以轻松一口咬下 而冰火草莓车轮饼 草莓奶油好扎实 蹭蹭蹭高达6.5公分 要一口咬下有难度 一天可以卖两三百克用 我们这个冰火草莓大概在我们总的销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冰火草莓又冰又热 车轮饼冲突口感 从夏天另类消暑商机 三星期视频安保台北报道